哈喽大家好 那巧克力今天呢是从日期市离开了 准备前往普尔市上一个视频炸鸡了 那现在呢我是需要把无人机寄出去 到普尔市过后就可以拿到新机 因为我化新了 这一路过去呢是不再走高速了 从此以后走博道419公里 10个半小时 好吧现在机子已经寄出去了 就等待那边发新货 希望我到了普尔过后能收到新机吧 继续出发 走 现在呢是看到一个万亩主海 来这里看一下 20块钱一个人 由于无人机损毁 也没办法看到万亩主海的模样 所以最终决定继续出发 寻找下一个扎营地 距离普尔还有332公里 现在呢是7点多了 我要找个地方驻扎 随便转转看一下 好吧终于找好驻车地了 看一下我今天晚上的位置 深山老林 苗宇花香 这边这条路呢是个香道 没有人炒 下面是国道 大车会多一点 所以选择了这上面 环境很好 因为今天外面呢是不方便锻炼 那个地不行 所以呢就在房间里面做点瑜伽锻炼 瘦肚子 瘦腿 瘦腰 跟着老师练 吸 这个时候你开始肯定已经冒汗了 来旁边拉 再来第三遍吸 呼气收 向胸口 从下面收 我手举过头顶 啊 我们配合呼吸 十次吸气下来 落地 呼气推 十 吸 空 我的天哪 多年完了我才发现 我有一个窗没关好 现在 整个房间全是那种小虫子 多的数都数不起 这闻鲜叶灭闻的 已经全部用上了 但我估计还需要点时间 看着我的密集恐惧症的发布 发作了 然后 看一下 这里面 全部 这上面 到处都是 最恐怖的是这里 妈呀 这是我的床上面 全部 这个角落里面藏满了已经 其实如果我平时把窗户全部关好的话 还是不会进来的 刚刚流了一条小缝 没发现 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尤其是停在这些山区里面 更加恐怖 好吧 我已经接受了 欣然的接受了 等它慢慢的 那个蚊叶上来了 全部灭掉 好吧 那今天呢就是一直开车跑了 也没做什么事 这会儿也还早 我来把我的泡菜 还有三次买的那个鸡脚 准备做一个泡椒鸡脚 说出了两天了 一直没行动 今天来把它弄了 哇 这个堂子是真够大 可以装很多 我的泡菜 还是很漂亮的吧 这个鸡爪真的好久好久没做了 以前在家没事 咸的话就爱做来吃 还蛮喜欢的 又不会长肉 味道又好 晚上弄吃的好像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但是这个弄了过后要过两天才能吃的 所以能顶住 我能顶住 本来那天吃火锅的时候呢 是所有的调料都买齐的 但今天呢 做鸡爪的料其实是不够的 我就将就做一下吧 因为鸡爪放久了 感觉就不太好了 凑合着吃 下次想吃好的 再重新做 开了 把这个沫去一下 嗯 再煮个十分钟就OK了 好了好了 差不多了 哇 这一锅 金灿灿的 看 大半夜做美食 这是要尝试谁呀 这个我没有煮很久 到时候吃起来应该会很劲道 嗯 姜蒜 花椒 因为我没有辣椒了 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要是有辣椒就好了 我也没有白糖 加两颗冰糖 然后给点盐巴 建议我也来一点 没有辣椒 怎么办 应该要加小米辣和干辣椒都可以 我没有 所以我给它加辣椒面 管它的 反正味道出来好就好 其实我还有这个的 但是我不会全部加 因为这个不够辣 对于我来说 我喜欢吃辣一点的 看一下食物吧 我的泡椒凤爪 嗯 然后这边呢 是我的泡菜 整个一坛子 呵呵 还不出吧 好等两天都可以吃了 虽然说我确实需要减肥 有点胖 但美食可不可辜负呦 好吧 今天晚上就算彻底弄完了 那我们就 晚安了 拜拜 谢谢